欢迎收听周五主义 大家好,我是阿姬 我是豆豆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如果不考虑金钱的话 你想从事什么工作 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吧 其实这个话题也跟我们最近关注的职场话题很有关 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到了 你知道已经不再是学生了 每天都在上班 所以被迫都在关注这一类的话题 最近就是职场的话题也非常的受关注 就时不时就上热搜啊 对啊,什么内卷什么的 我不是一直有关注表情银行他们吗 之前他们不是做那个德下 然后我看到今天思雨发了一条微博说 连优廉都在问他们说 内卷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这个词都已经活到德国 也太夸张 我之前在这个词刚开始活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突然所有的平台都在讨论了之后 就让这个词语越发的popular 大家都在讨论 而且我到现在其实还看到非常多的人 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之前好像有个学也是在问我 好像是我爸妈吧 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听到的 也来问我说内卷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我也问了耶 你说是你问你爸妈 不是我问了 我爸妈也问了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的 之前晚上也有那种解释的微博嘛 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意思 就是以一种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解释 让别人更容易懂 然后我记得他们用的例子是说 比如说就是在电影院里面 大家都在看电影 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了 对 然后你就把后面人挡住了 对挡住了看不到 然后其他人也要站起来才能看到电影 然后结果就是所有人都看完了这个电影 但是都是站着看的 就是他的劳动增加了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是因为一个内部的一个恶性竞争 对我觉得这个例子 是我见过所有解释里面最通俗易懂的 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人来解释的话 可以准确地传达出这个意思的一个例子 我之前也是用这个例子跟我爸妈解释的 那你爸妈对于内准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想法 因为他们 我感觉就是我们上一代没有那种很 很我不知道反正我爸妈是没有那么规律的上班生活 所以他不太能体会这种内准的意思 而且之前也有提到说加班什么的嘛 就我爸妈他们也不太加班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分说上班和休息的界限的 他们差不多是赚钱养家 他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说工作还是生活还是什么的 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也不太理解内卷这个东西 不是 我觉得相对而言上一代的人 他们没有那么卷 就所以现在越来越卷才会出现这一个词语吧 就我爸妈也跟我讲说 因为我妈以前是在银行工作嘛 他就说他们那时候在银行就是比较休闲 因为上一辈的人到现在也是觉得银行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他很稳定 然后收入也很不错嘛 就是相对来说吧 殊不知现在银行的从事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的朋友也蛮多在银行的 所以他们就经常表现出就是 一就是加班非常的多 第二就是真的很累 大家还有一个话题是说 就是什么时候才能逃离银行这个行业这种 就是累到大家都很想走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是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进了银行工作之后 才知道银行原来这么累 我一开始也以为银行工作是那种 大家描述里面的铁饭碗啊 比较轻松 然后可以按时下班什么的 殊不知银行加班也很可怕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当时我妈在银行业工作的时候 现在算来有多久啊 应该是我小时候所以也有个十几二十年前了 对就是那个时候 他说就银行就很休闲的 整个工作量也不大 也没有那种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加班 他们唯一的就是等那个验钞车来验钞 这样就不会像现在一样 动不动就要加班 然后动不动就要开会 然后要考试 非常多这些令人精神紧张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不只是银行这行业吧 就是各行各业 现在都非常的intense 就我爸妈他们也有提到说 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做生意 是因为那个时候非常容易就做起来了 不像现在你说你要做个生意什么的 真的分分钟就是倒闭 什么你去加盟一个奶茶店什么的 也是亏钱亏的 但是现在因为像这种奶茶店什么的 非常的多嘛 这些牌子 感觉如果你真的想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话 但是你又就是重新新开一个自己的名头 其实还蛮难竞争的耶 因为市场上就已经有这种大头的牌子了 我就觉得说对比我们上一代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随便做一下就很容易起来 但是现在的话就竞争很激烈嘛 大家都非常的卷 就哪里都在卷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相比起以前 我还觉得是 我不知道是算好还是不好 就是没有接受那么规范式的教育 他们的思想其实没有那么局限 你有觉得吗 就是经过了九年的义务教育之后 我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局限的 就我想不到可以干嘛 我也不太敢去干嘛 你说思想局限 我觉得这是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吧 就是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是 你说上一代思想在选工作上不局限的是 他们更倾向于创业是吗 就是他们会更敢创业 对对对 就单创业来讲 当然不是说其他 就是我觉得上一代 其实相对来说当时七八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 特别是刚改革开放的那个时间 他们的确机会比较多 相对于现在而言 就现在肯定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难了很多 特别是其实我有一点觉得 当时上一代的人比较敢 而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那么敢 就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原因可能是 当时的人他们没有太多的顾虑 你的顾虑是指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 大部分到了工作年纪的话 目标还是买法买车 然后还是要养家 户口为主 其实你知道以前很多那种像国企类的工作吧 或者事业单位他们是会分房的 其实这个就完全就等于是 几乎没有什么房贷的压力了 然后相对而言 虽然以前房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比现在好 支付得起嘛那个时候 嗯对 你现在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买房买车 然后还要养小孩 你要按照自己的人生进度干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你如果参业的话 风险会不会更大 就如果你正常的去上班 每个月这样打工 然后你一定是会有这么一份收入的 然后你每个月也要去还这个房贷 就是生活的成本 我感觉就是说 呃相比起来 现代我们这一代 现代人 呃压力更大一点 我觉得同样的 大家都有养家户口的压力 就算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小孩 但是也不乏身边 很多人都已经结婚 有小孩了 是真的需要养家户口的那种 呃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共同的 买房的话可能真的 那个时候和现在相比起来 肯定是现在的人更难买啊 但我还是觉得说 那个时候他们创业的难度比较低 创业能赚到的钱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都比较有勇气去选择创业 而不是上班 而且特别是对我那个地方 就比较沿海的那种 大家更偏向于下海做生意 你知道我们那边几乎就是 家家户户都是做生意的那种 很少说有谁去上班啊什么的 当时下海做生意可能的确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 因为当时就是机会在那儿 就是需求就有这么大 你下海做的话你也可能可以很容易就分得一份 就是一杯羹的感觉 嗯 我是说聊这个话题还有别的原因嘛 刚刚就说职场的话题很热门 然后也有一个是比较心理诉求方面的 我和你也有经常讨论的 就大家普遍都不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说你自己喜欢做的和你选择上班的工作 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就是大家是迫于金钱的压力 所以才选择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类似我们这种人 经常会很多人 就是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吧 也有可能是金钱的追求 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社会的一个看法 或者一些peer pressure之类的 就是同辈人的一个压力 而做出的一些选择是 迫于这些压力 然后选择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普遍 就起码我身边的人一抓一大把是这样的 大部分人都这样吧 我们身边的 很少有能真的放下所有的这些压力 或者自己内心觉得需要的需求 然后选择一份自己真的喜欢的工作 我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吧 就这样的人 我只在播客里面听到过 我也是在播客里面听到过 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 但是你觉得 就是在选工作的方向而言 是不是大部分人也是以金钱为第一的动力 应该是对大部分人而言 比如说有一份工作 你不太喜欢它是五千 然后另外一份工作 你比较喜欢的是四千 你会选择五千的还是选择四千的 就是差不太多就选喜欢的 差得太多就选钱多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啦 因为如果你钱真的达到一个量级上面的不同的话 可能还是会迫于金钱 还是会屈服于金钱 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 就是应该所有人都这样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身边的也不是所有人 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因为钱多耶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钱多不多 也有可能是基于你个人的能力嘛 比如说我是一个毕业生 然后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 我不可能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里面 就立刻应聘什么经理或者CEO的职位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不可能你的钱突然就多到一个很夸张的境界 所以他们可选择的范围 有限 差不了太多 就像你刚刚说的四千跟五千 或者八千跟一万 但实际上他们最后正在进行的工作 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是我觉得金钱不是我们讨论的 这一类人的主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因为金钱可能他们能control的部分 没有太大 特别一开始的时候 就比如说同事毕业生 就你能拿到的工资 其实就是三千到七八千以内吧 这个层级 技术感的可能会高一点吧 就是一两万的也有了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是设计师啊 就也算是一个技术纲 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拿一两万的工资 但是它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另外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 但是它只有四五千 那我还是会选择设计纲啊 我是觉得你能找到工作里面 有一些能够给到你两万的 有一些能会给你五千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两万的工作 你可能不会选五千的工作 无论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这其实我还是理解的 就是可能工作不能带给你的一些快乐钱可以 就我工作不快乐 我其他地方补回来呗 对对对对对 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两万的工作 你不可能不加班啊 就是你拿到的钱 你也没有时间花它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同一个人 他既能找到两万的工作 他又能找到五千的工作的话 那他选两万的无可或非 肯定是钱作为最主要的因素嘛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并不能找到两万的工作 他可能是找到八千的工作和六千的工作 那你觉得这个钱还要紧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刚毕业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高工资的那个耶 八千和六千 可能对刚毕业的 你当时刚毕业也没有选高工资的那个啊 我有啊 你没有 你当时留在香港工资还比较高好不好 你还跑回来这里 你不能拿香港的工资跟内地的工资比啊 你当时是有选择香港工作的权利嘛 然后你跑来选了一个在内地的工作 那个是我个人的原因 对啊 所以你就没有以前来作为一个第一因素啦 就如果说当时在广州有两份工作给我选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高工资的那个 无论工作内容是什么吗 嗯 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考虑工作内容是什么吧 就你完全是一个刚毕业的新生 然后还没有进入职场 你没有什么选择权啊 你看你这种就是没有职业规划的人 我一直觉得职业规划就是 我一直想到那些很有职业规划的人 就是听到你这番发言 就是白言翻到天灵盖 哎哎拜托那种有职业规划的人 已经自从什么秋招春招就已经开始往上冲啊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毕业了毕业之后再找工作的情况 我以为你想说有职业规划的人 有没有在这里收听我们的播客 对啊我觉得有职业规划的人 看不起我们这种人应该不会来听 我是觉得啊 现在很多一个是 就是很多人找工作 其实他给自己的限制很多嘛 嗯嗯 那这个限制来自于哪里 就是除了说钱以外 另外是不是一个 在社会上的一个价值观 而形成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多多少少吧 一方面是社会环境 一方面是朋友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父母 我觉得也有那种很严厉的父母 就是他必须 他想要你去从事一个他觉得很稳定的工作 什么老师啊 医生啊 医生现在可能不太流行了 但以前很流行 以前对 还有什么律师啊 这种 对对对对 还有银行啊 反正公务员啊都可以啦 对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父母方面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 我个人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但是也有听我们身边的人好像有类似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你没有办法有很多选择的一个原因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来自于自身的嘛 就是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工作 然后的选项的一个定义 就是很多人都很想要追求 而且就包括上一辈就是所谓的体面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体面的工作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职业歧视 就是你说对一份是体面的工作 那什么工作不体面 服务员体面吗 清洁员体面吗 对啊 你想想肯定我们爸妈不喜欢我们去做什么服务员啊 这种 哦哦 我有一个例子 之前最开始的时候 刚毕业的时候 香港那个时候不是非常流行 大家都去考那个保险经纪人的牌吗 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回来 保险经纪人 这是卖保险的工作是吗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 香港这些保险就是会去内地 找内地的人卖保险嘛 然后你香港要卖这个保险 你是要考那个经纪牌的嘛 我那时候在家闲着没事 然后我妈就问我要不要去考 或者说要不要去保险的公司上个班什么的 然后她让我去面试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面了 让我面完回来之后 我爸一脸不爽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个保险公司面试 你是想去那里上班吗 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哦 他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有感受到他内心对保险经纪这个职业的鄙视 不过说真的 就是卖保险这个工作 好像很多人都对他有不喜欢的感度 觉得是好像是因为之前他们的这个approach啊 就是可能给你款打电话啊 或者是长烂打啊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 就是小手啊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体面的工作的话 更想是会想象的是那种做办公室的白领啊 就是更好的是 嗯 铁欧铁饭碗的啊 公务员这种就是国企类的工作 嗯嗯嗯 就每天穿得很正经啊 去上班 就说出来大家觉得你有一份括号正经工作的那一种 嗯 大家对有一些有部分一些工作还是有一些judgment 就是会有一些自己心里面的评判 然后这些评判也会限制大家对工作的选择 我感受比较深的是我觉得相对而言啊 在某一些西方国家里面 他们其实很多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没有很介意 就是他们的工作 是不是比如说在那种很fancy的写字楼工作 还是说他只是个送外卖的 或者做那种tassy driver啊之类的 我感觉他们都会很自然的去表达这一个方面 或者他就是想做这类的工作 他不会去追求一个所谓的体面这个事情 嗯我也觉得好像还蛮多西方的人 很自然的就选择了一份在我们看来部怎么样的工作 我一下想不起来有什么例子 但就是那种是体力劳动类的 不是那种去做办公室啊什么的 但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工作怎么了 他们还是非常的enjoy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耶 一个是他们做这些工作 就是这类工种 他们的工资其实也不算很低 因为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高 当然肯定这些工作你不会生活的特别富裕 但是你支撑自己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就会觉得哦做这个也挺好的啊这样 就是你想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如果你做一个可能真的体力劳动 但是他的工资非常的低 因为最低工资现在是多少啊两千多是吗 真的比较低的话你可能担负生活的压力也特别的难 你就觉得我干嘛要跑去干一个就是工资那么那么低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到了一个level是大家就算是拿着最低工资也可以正常生活的话 会不会好一点呢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还跟生活成本啊和你内心的需求有关吧 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不管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你的最低工资能够真的可以合理的生活吗 就是三餐可以吃饱 然后会有地方住 非常的难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拿最低工资 你就算在国内可以勉强活下去的话 但可能过得不是那么的舒适 对舒适 就你可能过得非常的潦草 也不只是最低工资就是人力成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类似比如说偏体力活的一些工作 然后大家会把它定义为可能没那么体面的这类工作 其实他的人力成本因为非常低嘛 所以工资才低 但你说在国外的话你就算是个维修工 那人力成本很高耶 就是很贵 如果像baby sister这种啊 其实现在国内baby sister也蛮贵的了已经 就是在身价 但是像这种的话 其实他们工资也不低 只是说可能听起来不是说 他们不是在什么金融工薪工作啊 然后不是在什么fancy的办公楼工作啊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觉得像国外啊 年轻人去干那些什么 比如说超市的收银员 对然后餐厅 或者是那种快餐店的服务员 还有那些像deliveroo的那种 就是那种外卖的配送员之类的 我感觉他们还很多人就是选这个的 我之前才看了一条TikTok 就是那个人说就是试一下 每天去送外卖收入有多少钱 他是自己有汽车 他就是汽车送 然后他每天工作不到七小时 然后我记得他一天收入还蛮多的耶 反正好像折人民币有几千块 一天 一两千块好像有 那很多耶 我忘记是具体是多少美金 但是我当时折算了一下 我想说钱好多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 像我们国内想到就是外卖原站 就是拼死拼活 就是疯狂接单 然后疯狂跑 就是马不停蹄 这种感觉的 他就是很休闲 他就开了辆车 这里接那里送 这里接那里送 然后一天工作 反正他在车上的时间都没到七小时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想了一下 这样的话我送外卖也可以 对 如果这个钱的话 我也想 送外卖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部分 也是一个原因了 就是说他们可能工资的话 差距没那么大 跟不像国内可能做这类工作 或者你说在一些金融 或者办公楼上的工作的话 可能还是有比较赚钱的 他差距没有那么大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是那个 真的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了 嗯 就是大家觉得做这个工作 可不可以 乐不乐意接受 他会不会觉得整个社会 对你的这个职业 有歧视 或者有judgment 嗯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丢脸什么的 对 就是就算 比如说你就算 送外卖也好 或者超市收银员也好 他的工资 其实跟你去办公室能拿到工资是相单的话 那你会不会去干这个工作呢 还是你会觉得说说出去都不好听 或者说我跟朋友说 嗯嗯嗯 我是收银员 他们会觉得啊 对 就觉得不对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一个整个社会和环境的一个裹挟 就是让你的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内卷 嗯 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当然也不是说西方所有国家的人都是很nice什么的 肯定也有那种很命的很不好的人 但是你看他们对服务员的态度和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人 对服务员的态度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 有一些客人对服务员的态度 你就会觉得那服务员好像不是人一样的 对 就我觉得这是个对所有职业的一个尊重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职业他可能真的比较低级 他就已经把职业化了三六九等 对对对 就他有等级之分 然后那些在底层的职业他会觉得说 哦就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底层 我都不需要去尊重他们之类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在整个交流啊互动的过程中 你就会觉得他缺乏尊重 这个现象还是蛮普遍的 相比起我们以前肯定是有比较好 但还是存在一部分的人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再加上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吧 大家越来越觉得怎么样的工作才是高级的 怎么样的工作才是体面的 就这个价值观上的内卷也会实际导致大家选择工作上面的一个内卷 就大家都会往那里去挤 我觉得大家这方面的压力还蛮大的 完全无视了自己内心的需求 你知道 就你到底喜欢 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到底爱什么工作 所以回到我们的题目啊 就是不考虑金钱的话 你想做什么的工作 这个事情 对轻松一点 其实你小时候有没有幻想过啊 我有啊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幻想的时候 应该就是没有小孩子会考虑金钱去幻想的那时候 反正我小时候没想过 我没有想过我以后要做什么赚钱的工作 但是我的想法真的是纯粹based on 我以前就是小时候的爱好上的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 现在也是 但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爱 所以才会幻想有一天自己以后是歌手这种职业 你知道吗 就是literally唱歌的歌手是吗 还是我想说大明星 不是大明星就是唱歌的 你说那种酒吧助唱的歌手 也可以吗 没有想的那么细啦 我还想到以后我要当大众的歌手 还是在酒吧助唱的小歌手 这样子吗 就是吃味一下吧 OK 就是general的歌手 好 对 当你很喜欢唱歌的时候 你就会想着说 如果我以后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很快乐吧 所以就是 纯粹是因为唱歌的这些喜好是吗 是啊 你小时候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吗 还是说 你是那种会幻想自己成为什么scientist啊那一种 那也没有到那个 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什么成为科学家这种梦想 那我完全是电视里面骗人的 谁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 可能也有啦 反正我没有 我觉得也有那种 因为我们从小不知道各种职业的戏份嘛 我们所了解到的职业就是长大了之后能干的事情都是一种很伟大的东西 或者很普遍的东西 嗯 然后像啊 对 什么科学家呀 就是这类的 行员 对大家都会就是给予很多的赞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就是让小孩子觉得说哦 我也要就是一个憧憬了 我也想成为这样子的人啊 我以后要干这样子的事啊 厦门有一段时间现在也很流行啦 开咖啡店什么的嘛 然后应该是我初高中那段时间吧 然后我就很想也开一个那种咖啡店 以前小学 对 初中的时候很喜欢去咖啡店写作业啊什么的 就很喜欢那种氛围 就是那种一家小店也不需要特别大 你知道就是在那种身像里面还可以传出一点那种咖啡的香味 我就是会幻想这种 然后自己是那种老板娘坐在坐在那个咖啡店里面 看看书什么的 然后每天也不用干嘛 有然后但那个时候也完全没有在享受咖啡 开咖啡店的成本啊什么的 就完全就是只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而已 但是我觉得幻想开咖啡店啊这类的事情 不是我小时候的幻想啊 是我可能初高中的幻想 你的小时候是指什么啊 幼儿园的时候吗 我的小时候就包括初高中哎 没有啊 我刚才说歌手啊 那些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就清醒了 就是觉得就觉得哎 不会成歌手的啦 就是很清醒 我就那那那我更小的时候有一个更离谱的梦想 我之前在播客里面有提到过不是会写那个小说吗 哎哎 哎我也有我也有做作家的的梦想啊以前就小学时候就是作文写的挺好的但是我作文想挺好的那种好就是小学生的好你知道吧 不是说天才作家的那种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拿了个那种作文代赛省的一等奖 当时是我们学校就只有我拿了一个一等奖然后还有个人好像拿了二等奖这样子所以呢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全校都知道 特别是那语文老师都认识我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好像我很会写作文一样但是其实我就是如果你说下一家看起来那篇小学作文他就是一篇小学作文你懂吗 就是不是有多么令人惊艳当作家的梦应该清醒的更快当作家很难哎 当时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些做的热情的因为我很爱看书嘛那时候就从小到大都蛮爱看书的这边拿了讲之后呢那些语文老师们啊都很爱找我聊天就是一副可以寄托梦想觉得我以后可能能 对可能能成为一些什么样的作家的那一种然后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那个语文老师在我的毕业的那个 本质上写的意思也是说就是希望我以后可以成为作家呀就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那种意思 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个东西我大概出高中也是清醒了就是哎呀我不可能成为作家的啦 但我以前还梦想过就那时候像那个郭敬明不是有在搞那种作文大赛吗就是最开始好像是那种新概念那种 对对对对新概念因为我以前OK我以前年少的时候也是看郭敬明的书的好吧 然后他那时候他们公司就办那个作文大赛比赛对我还想说写一下作品出来去参赛然后反正写不出来然后就放弃了 我开始看他那些东西然后他开始办那些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是完全清醒了就觉得自己很离谱 我怎么会幻想过自己可以写小说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毕竟你看太多那种对那种很普通的言情小说 所以觉得自己也能写也的确写了但嗯对结果不一样但是那时候写小说的确是一个流行就是很多人都开写那种有的没的小说 是吧应该就是很多那种言情小说什么的 anyway反正我当时我感觉就是这两个吧歌手跟作家但是都是我刚才说的小时候出高中就清醒了的梦想但是出高中的梦想的确有你刚刚说过的那种咖啡店啊开咖啡店啊开花店啊 花店花店对花店就想起来就很梦幻啊飘飘浪浪的花啊你知道就是很心情愉悦但是殊不知你现在想想花店有多难经营它的成本它是每天都要对你要每天去进货然后卖不卖的掉也是个问题折损率也非常的高对现在想天哪我们现在想想问题已经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老是会想一些背后的东西小时候都会带着一种梦幻的那种 感觉去想象一个职业是的哦我小时候还想过当当摄影师拍照但是这个的话你后来为什么会不继续这个想法其实当摄影师我觉得相对比之前的要好实现一点吧就是当作家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完全对艺术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的理解耶那个时候想当摄影师我觉得准确来讲啊不是说想当摄影师就是只是说对拍照这个活动还蛮感兴趣的就敢称自己想做摄影师但其实那个时候对这些的理解根本就就是没有什么理解你知道比如说你你做摄影师什么的其实你应该是要走一考那条路的嘛 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摄影师要走一考的路吗 如果说你是像正统那样去读摄影系什么的那种你就是考一考啊不然怎么考我不知道呗我其实不知道我是以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很多也是也是之后有兴趣就是从业余转成专业 是啦但是那个时候之后我是说我是说当时嘛当时如果我想做摄影师的话可能就是得走一考吧就那个时候的我来言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选工作的一个限制其实根源也来自于我们读书时候对工作想象的一个限制 对就是到后面其实真的越来越宅了特别是像你说的那些所有要需要艺考的东西文艺类的东西或者技术类的东西 其实当时也不在一个就不在大部分人的考虑范围耶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对艺考生都有一些都会judge他们就是觉得说 就觉得说成绩差的人才会去做艺考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你走艺考你可以接触到的职业的范围其实更广阔一点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不同专业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比如说你对画画或者对音乐感兴趣的这些人其实有一部分人去艺考可能是他们真的是成绩不好的 所以他觉得那还不如你要走艺考的路但是还有很多他们可能对音乐对艺术也感兴趣的 但是他不会去走艺考的路他还是会正常的去走高考啊这样子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成绩过得去就肯定不会想到要去艺考的 对对对反正你你你你不太差他们就不会走那条路了 结果就变成真的是可能很多是成绩偏差的然后家长才会觉得说 啊反正你成绩都不好你就去艺考吧那种感觉 以前那时候对艺考生还有那种什么出国的人太多内心的评价了 感觉因为以前会觉得像这类的事情都比较不务正业 就算是兴趣也好对你说音乐也好艺术也好就感觉现在的家长也很想要学生培养一些兴趣嘛 会上各种课外的班但是如果一到就学业比较重的时候 特别是考试的那附近或者高考那附近都会立刻觉得说 哦你就把这些都丢了吧只是专注学业就可以了 所以就觉得当时就是无论是任何课余活动的兴趣都会觉得那是不正业 然后你就不会想着我以后去从事一个这类的职业 你记得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选专业的问题吗 就是当时高考完之后其实没有学校没有一个认真介绍说 这个专业是学什么或者说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完全就是随便你选嘛相当于没有一个课程去告诉你 然后家长的话普遍都是叫你读什么商业课程啊什么这种 金融啊会计啊 觉得读出来就肯定可以找到工作啊什么的 殊不知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对于我来说啊 反而是因为我们俩读的也是商科嘛 我也觉得商科好难找工作 我也觉得 他在犯了 反而是那种专业技能的或者有一些当时可能被家长或者很多人觉得 会不会不好找工作的那一种 我现在倒觉得更好找工作耶 比如说如果你是学小语种的 还不能是英文呢 因为英文现在已经太普遍了 一定要是小语种 比如说什么阿拉伯语啊 就算你学什么西班牙语 法语 德语都好 感觉你找工作的时候还蛮容易找到 因为这个供应太少了 还有那种什么日语韩语啊 国内不是也有很多日企韩企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这类国家的企业啊 或者他们的银行啊或者他们的贸易啊 就算一些政府机构啊 或者一些科研机构都可以 他们都需要 对就比较好找 更好找反而 而且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多人会嘛 所以他的那个工资也还蛮可观的 不像你看商业就是好像很泛一样 然后读商的人都特别多 就同质化很严重 对然后他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一个技能 我觉得商业其实更多的到后面是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你看你一直以来的一个经验跟累积 比如说你进了什么公司 然后做了什么很好的项目 反而是这个项目给你加的分 对对 就是按你的经验来说 而不是说我一出来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哇我立刻想用很高的工资去找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来就觉得 干嘛读商业啊 你后面再看很就你懂了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你当初有的那些选择 还有很多那种什么传媒行业的嘛 还有广告啊什么这些 其实都可以选一选 但当时你完全 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这些专业是代表什么 所以就也没有想过说 也没有考虑过 爸妈又一直想让我读商科什么的 所以就也就顺其自然的选了商科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以来 学科都是很学术的学科 语术音 语术音 然后然后地理历史 政治物理化学 他很学实性 然后大学有非常多的专业 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比如说经济 你可能想象他跟数学有一些联系 但实际经济是干嘛的 你也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更多 你到大学有很多的课程 因为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学科分类 比如说你在国外读的话 他们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 反正就是可以让你去选学科 然后他们学科也是可以选经济啊之类的 你可能会有一个前面的一个铺垫 除备之后再去选嘛 对对对 我当时其实也很懵的 但是我当时是真的没想到 就是高考完选专业了的时候 我也是想想着选一些 我想象中可能比较能赚钱的专业而已 仅此而已 而且我当时的那个想象还非常的狭窄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专业不是什么新闻系吗 然后我想着说 他们这些新闻系的 肯定以后都要去电视台报新闻的 就是这类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着说 我不可能去电视台报新闻的 就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直接否决了这整一个专业 但实际上你其实他校新闻系 但他的从业的岗位还是很多的 然后这工作还是有很多细分的 不是说你只能去电视台报新闻 但我当时就没想到 而且本身就是其实你读 你读新闻系 你就算完全出来做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工作 也不碍事你知道 但当时觉得这是一件蛮大的事情 反正当时就是认知很浅嘛 做的选择也非常的随意 你觉得现在呢 现在让你想的话 我绝对会去读小于种我跟你说 真的吗 没有我一开始本来想读那个 就我们隔壁那些什么 Culture and Creative Management 对吧 文化创意管理 对文化创意管理 我当时是想的 如果我再选一次我就选那个 但是下工作之后 就是考虑到工作真的很烦 就是找工作就很烦 我就去读小于种我跟你说 我就学个什么阿拉伯语之类的 算算了不要学阿拉伯语 等一下把我外派去阿拉伯国家工作 学个德语之类的 德语法语之类的 不要把我外派去阿拉伯国家工作 怎样你看不起阿拉伯国家 我不是 我不想包头 好热 就是很多穆斯林国家 还是的确是要包头经的了 就是你就算是外来的人 你还是要遵循他们当地的这样一个习俗 所以还是有点热 我现在非常怕热 所以想要去一些相对自由一点的国家 但是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一定会被外派阿 只是说工作比较好不着 有一个小几种的加分项 还是会给你的 找工作的经历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你会另一种语言还是很好 对我觉得 而且不是英语这种 most common language那样 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少人会的话 那如果具体的工作的话呢 如果让你现在想的话 梦想工作吗 还是说是 不是就现在嘛 如果再让你考虑的话 你想做什么工作 如果不考虑钱的话 不考虑钱你想做什么 那就不考虑现实因素了 都不考虑钱 对阿 就不考虑现实因素 也不考虑这些什么 有的没的judgment啊 什么的 父母也不管了 因为如果你问说你想做什么工作 然后还是包含很多现实因素的嘛 钱也好啊 身边的环境也好啊 爸妈的想法也好啊 那如果真的跳到说不考虑钱 那没有了现实因素的话 那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说那种 很漂亮的民宿的前台 要具体到前台吗 前台啊 我也不想去很漂亮的民宿 打扫厕所之类的 你不想当老板吗 前台比较好 你好没知情 我想的好歹也是当个民宿老板什么的 自己开一家民宿 但是民宿老板 你也不用想象不考虑金钱 你只是考虑考不考虑创业而已吧 就如果你想创业 你也可以搞个民宿啊 我没有在想创业这件事情 我就是在想说 如果我开个民宿的话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大概考虑就是这些 没有在考虑创业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说不考虑金钱 只是不考虑工资这个原因 但是你说开个民宿 我不考虑工资 但我是考虑什么 它背后的一个 整个操作的复杂 就是整个 我没有在考虑这些 运营的 就是它整个运营起来 有多么的烦 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觉得 我当个前台不好吗 我也不是说 要开个什么超大民宿什么的 也有那种 就是一两间的那种民宿啊 就那种非常简单 你知道 厦门有那种 开在深山里面的 然后可能就是一栋房子 可能三四间房间吧 可能开车进那个山 你就要开个一个小时的 我说的是那种民宿啊 不是那种非常popular 非常每个月都不满的那种民宿 我不是说那种 那你就是摆明了 开个民宿 要是只有两间房 你都不满人的话 那你就别想赚钱了 就是也没有在考虑赚钱 不是说了不考虑金钱吗 我的不考虑金钱 只是说 我的工资可能不高 我也不考虑 我会不会赚钱啊 这个民宿 不考虑吧 但是你这个一单老板 我就考虑了除了钱之外 所有烦恼的事情 就是运营上的烦恼 你不能畅想一下 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 你不需要付房租 所以我想的更好 当前台 就是还是拿工资 可是那份工资不太高 也行 那你这个前台相当于 就什么的前台都可以啊 不一定要是民宿的前台吧 不是啊 民宿的前台比较闲啊 而且我说的是一个漂亮的民宿的 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 那种深山里的民宿 而不是那种 天天有人来打卡拍照 到聚满的那种民宿 但说实话 深山里面的民宿 可能也不太需要前台 就是只为吧 老板一个人可以干完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说的是 你想做什么工作 就是还是得是一份工作 不是一份比如说周融事件 就是你想做什么 而是你想做什么工作 那我另外一个想的 还是图书馆管理员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少钱吧 少钱吗 公立的那种应该挺少钱的吧 如果是大学的呢 大学图书馆 那我不知道耶 从来没有在招聘信息上面 看过说 有什么大学招 招图书馆管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哪里招的耶 就是图书馆管理员 对啊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种 但反正我想象它就是很清闲 不管它赚多少啊 就算它赚三四千 或者五六千 或者七八千什么的 都一样 反正就是它的工作内容 是我现在觉得我想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想的清闲啊 人家不是还有图书馆管理学 这个专业吗 看过一个私立学校的 图书馆管理员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管理员 不是有截图给你看吗 就他有一个那个JD的那个描述 然后就是说什么 因为他是学校的嘛 所以他就是说 要策划一些活动 让学生多读书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些 可能负责一下 你要进什么书 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然后还有什么整理啊 这一些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我也能接受啊 我当然也不是说 我只是想要每天整理整理书什么的 这么清闲 但是是觉得它的这个工作 不会involve太多让我烦恼的事情 而且这个工作内容还是挺好的 觉得是吧 就是你没事你也可以读读书 对没事也可以读读书 就算是我刚刚像我说的那个学校的那个要策划一些活动 让学生多读书什么的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太有压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工作了这几年来 我现在对工作的也要怎么说呢 梦想幻想已经越来越低了 就原则一放再放 对啊 然后而且我现在真的很想找一份不加班的商修工作 我就觉得满足了人生 你现在的要求已经低到这样了吗 只要不加班 只要有双修 对工作内容是什么完全不在乎 好了 如果工作内容真的那种特别特别心累的 我还是会有意见了 还是有一点要求的吧 还是有一点点了 但是比一开始要求低了很多 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还在讲说 像什么双修啊 不加班啊 这些是非常必备的嘛 然后还在要求要做一些 就是工作内容上面的一些有一些要求 觉得At least要符合自己的期待什么的嘛 嗯 后来就是被逼 开始什么 什么 什么简历都投 但是其实说是这么说 投了其实我们还是不想做 对还是不想去 很难说服自己 我的困境啊 是我其实还蛮难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就也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嘛 就你还是对自己有各方面的 或者说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各方面的期待 所以嗯也很难妥协吧 哎我觉得不值耶 除了说我们本身就是在 struggling去看自己想做什么之外 还有一个是 你记得我当时不是有叫你去听那个 有一期不想上班的播客吗 嗯嗯记得 我觉得他们里面有说到就是 有时候你不是喜欢那个事 你是不喜欢就是上班这个事情 或者这个事情上班了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样子 比如说你是喜欢写文案的 但是你在这个公司写文案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可能要写各种你不喜欢的文案 或者跟你价值观不同的 又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文化 或者是老板 或者是整个这个同事之间的交往 人际关系什么的 对就很麻烦 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规则 各种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琐事 让你其实并不喜欢当下这份工作 但不表明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这是上班必然会带来的一些烦恼吧 或者说你干脆就是真的找到一份梦想的工作 就是你的老板 你的同事 你的工作环境都很好 就是满足你内心的需求 但这其实说实话 实现起来也是有点难 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内卷这件事情 让我找到好的相对 就是对于员工而言 更理想的这种工作的几率就在下降 所以我后来其实有想过说 很想当freelancer 就是你不需要deal with这些上班的这些其他因素 你相当于单次接单那样子的干活吗 但是freelancer这个职业不是原本就是 你承载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稳定的收入吗 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月接了单 下个月有没有单 我想当一个成功的freelancer 那你成功单啥也可以 说什么屁话 不是啊 你像那种成功的CEO他很忙 成功的freelancer就不忙了吗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接单 你不想接那你就不要接 你的意思是一定会有单 就永不缺单 我不用考虑我没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你某个月接的单非常的多 那你下个月就可以接少一点这样 其实我以前啊 是以为自己比较喜欢规则的工作的 就是招酒玩五之类的 我觉得你是喜欢招酒玩五啊 但问题是现在 现在不是招酒玩五 可能是因为这样 就是现在大部分公司都不给你搞招酒玩五 这件事情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哦还不如自由职业你知道 就还不如自己去把控自己的时间 如果能招酒玩五 就是说大部分公司都招酒玩五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招酒玩五更好吧 而且我觉得你说的招酒玩五 它其实暗含了一个 你希望这份工作不太会有特殊情况的发生 你懂吗 就是你的上班 你每天上班你的内容 其实非常的routine那样子的 就是你每天上班干完这些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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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干不完了 明天上班继续干就好 不会有非常多的突发状况 我觉得现在很多 像我们之前的工作也是 会有非常多的突发状况 就突然怎么怎么着了 突然要你干嘛干嘛干嘛 完全打乱你的节奏的那种 我觉得也是 你不喜欢现在工作的一个原因吧 就算它是招酒玩五 但是它不断地打乱你的节奏的话 你可能还是不喜欢 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个疑惑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公司 好像总有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情 好像你不 就是你在你的休息时间 或者周末时间 你不得不on call 很多人都这样啊 你没办法真的是说 完全不回心机不回电话这样子 又好像觉得这些公司内 你也不能不加班 就是好像它工作量就那么大 而且每个人都那么大 就是你会觉得说 不加班的公司要怎么处理啊 它业务怎么怎么之类的 就是我会产生这个疑惑 我就会觉得说 这些公司要怎么才能不加班呢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的话 你当时不是有给我推一期 那个女生在Netflix工作吗 那一期播客 对 然后我当时听 我就觉得天哪 Netflix太神奇 就是Netflix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 它的业务有那么的多 它应该比很多 我们现在工作的公司的体量 要大型的很多 然后他在播客里面讲的 非常的chill 对我记得 大家只会追求工作的质量 也没有加班 如果你就是是妈妈之类的 你有孩子 可能三四点会放学嘛 然后他们就三四点下班去接小孩 就你在国内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就会反思 我就会觉得说 那那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他们的员工还是能这么chill 而国内 不要说那一大厂 大家都知道加班加疯了 好像是大部分的一个公司 它好像都不得不让员工加班一样 还是卷吧 对 然后我到后面就觉得 大家都卷 就是卷 就是自己卷死自己 而且当你卷起来的时候 你没办法身处其外 就是你不动 你也会被卷 你只能被卷 in general的话 就这些公司们 像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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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让打工人非常的难受 因为内卷的核心就是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原本朝九晚五 我应该赚这个钱 我现在九九六也赚这个钱 这才是问题 而且我觉得像加班啊 九九六啊 这些事情 导致了一个 大家对生活都没有了热情 因为大家都没有时间生活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停下来之后 会开始怀疑自己这么上班 值不值得 都是因为生活已经完全被加班 这件事情破坏了 你就算朝九晚六 然后你再加上通勤时间 吃饭啊 洗澡啊 然后第二天又是九点到公司 其实这个私人时间也不是说真的特别多 但这个还是在不加班的情况下 就是正常打工人的情况 那要是说你加加班的话 然后周末也加加班的话 那就没有私人时间 我觉得就算在不加班的时候 我经常对于时间的分配 也觉得挺难的 就我要有给自己的时间 我谈恋爱的话 也要给男朋友一些时间 就是我有一些事情 可能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做啊 吃饭啊 约会啊 什么都好 然后你也想要有跟朋友一起的时间 朋友跟男朋友是两个分别的 对 分开的 需求 如果你有男朋友 你还是想要可以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还有父母呢 你不用花一些时间 陪陪爸爸妈妈之类的嘛 我就会觉得永远时间不够用 这个还是在可能比较正常的一个上班的时间 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还是时间很紧 但是你说如果再更多的加班之类的 只能让自己的时间越来越萎缩嘛 就一直在牺牲自己的时间嘛 就算是理想的情况下 你是六点下班的话 然后照你刚刚说的 给伴侣一点时间 然后给朋友一点时间 再给父母一点时间 到最后其实你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了 所以我就觉得心很累 我真的觉得 特别以前很多人都会崇尚说 好像工作是重心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要有奋斗精神 大家一心在工作上才是对的 那种感觉 现在就觉得这是个PUA女 对 如果你不想着工作 你就没有这种奋斗精神 就是不对的之类的这种 我就觉得 就现在不是越来越多这种 打工人会共享一种散文化吗 我觉得大家现在是越来越有这种心理需求 就是觉得自己其实不需要一直的那么的奋斗 或者那么的拼 我也可以有一些别的想法 我不一定要跟着做人 鼓励的这么去做 对 有自己的节奏 然后你 怎么讲 准确的认识到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才比较重要 而不是接受别人认为你的需要 如果有一些人 他自己就很喜欢工作 然后他也很能够在工作上有成就感 那没话讲 对 然后他就是自己热爱工作 那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以此去要求所有的人 也用这个标准 就是我不喜欢工作 但我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热情 不行吗 就是我不能以那种方式去生活吗 去度过我的人生吗 我突然想到 我之前不是说过 就小哥之前有 就是去美国有做一个工作吗 他是在那种 Summer Camp里面 夏令营 他是那种老师 就是你到上面 那些学生就会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吗 然后你就是 只要他一个营 可能有几个老师这样子 他其实很累的 我记得 但是他其实觉得 那份工作很有趣 我觉得像那种工作 其实不太会消耗你 就是心累的这一个点 对对 就是不会心累 你觉得学生很难带 或者说小孩子比较闹什么的 我觉得那种就是一种体力上的疲惫 但不会有像现在大家上班的那种心累的感觉 那我觉得心累真的很重要 就是影响你对一个工作的一个看法 现在很多工作其实普遍都还挺心累的 特别是他不只处理工作内容本身 还有非常多其他事情要处理嘛 就我之前也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 他以前也是一方的公司 然后后来跳去了甲方 他一方的话也是那种广告公司类的嘛 当时也挺忙的经常要出差 然后后来他去了甲方之后 他就说其实他有点想回一方工作 真的吗 为什么 他说不过也看公司了 因为他之前在一方的时候 他累 他说是身体上的累 但是你只要满足需求 是比如说像甲方的需求 他们要什么 你就做什么给他们就好了 当他在甲方的公司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心累的东西 各种跨部门的沟通 各种比如说上司有了没的政策之类的 反正就是 然后他要听从很多方的意见 就是不是只有一个甲方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很多事情他都推进不了在公司里面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阻碍 他觉得心特别特别累 我觉得我能想象 就是在甲方公司里面这样 但我其实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 以为就进甲方公司还蛮轻松的 不过我的确也觉得 也要看怎么样的甲方公司啦 是啦是啦肯定也要看 但是我的确也觉得 也会有这种情况 他其实最大心累真的是 公司内部之间带来的 你做一样东西 他就很难推下去 可能你进甲方公司本身 还是带有一点点 就是想做成点什么的那个想法吧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根本推不进的时候 这方面给你阻碍 那方面给你阻碍的时候 就会很失望 由此带来了很心累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是不是一致的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比如说整个公司都在鼓吹奋斗 996 然后然后你不想的话 你建这个公司应该 对啊就很难受嘛 就不要说这些 其实我也觉得这不是个企业文化 这就是个PUA文化而已 称不上企业文化 但是I mean就是 如果是整个比如说一个品牌哲学 或者一个公司的一个整个方向跟你 其实你觉得是不一致的话 其实也蛮难的 就在这个公司里面 除了这个跟公司搭不搭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觉得 在无效工作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恼人 就是让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变得少了很多价值 就大家会开始怀疑人生吗 对 不知道自己做这是为了什么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公司有一些老板特别爱开会 然后还特别爱开一些无意义的会 各种各样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还有周报日报这种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很多占你时间 浪费时间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会让你对工作 就不论工作内容 纯粹是工作这件事情本身 产生很多负面情绪 这其实我觉得人类 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对自己的存在 有一些你知道哲学上的思考 会疑惑你知道 工作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这种 负面的情绪真的还蛮 蛮depressed的 你记得当时不是 我做完那个 做完某个活动的时候 不是也给你交流过这件事情吗 当时整个活动做得那么大 但其实最后 你不知道自己做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就会很怀疑人生 这种类似的情绪 我觉得可以apply到很多很多上班族上面 对 其实我觉得我在工作的过程中 也经常怀疑人生 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你可能决定权不在你的手上 你还是要被通知这么去执行 但是实际上我对这个项目是存疑的 这个其实做出来最后 我们要做一干嘛 对 没有意义啊 达不到什么效果 但是类似就是觉得说 老板说要做 所以我们要做 这样子 我觉得它会让我怀疑 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 如果它过程其实比较城市化一点 比较不需要我去为之付出那么多的心力的话 可能也就算了 但问题就是它还要你各种加班 各种去协调什么的 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这样 你就觉得 what the fuck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你要付出很多心思 心力 非常心力交瘁的做完这项目 然后你就觉得这项目 并不能让你有成就感 你都不知道它意义是什么 不知道我这一段时间的劳动 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说下来 freelance是一件特别好的工作吗 如果你有这项技能 是 但是你要接到单吧 那freelancer你想freelancer做什么 我之前也想过做PPT设计 其实也可以 你干嘛不搞这个 但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 之前那个公司有请freelancer 他们还要飞过来 那种我就会拒绝接单 我说我不做你这个生意了 好吧 硬气到不行是吧 作为freelancer 你就可以有这样的自由 你知道我做freelancer的话 我想做什么吗 什么 去当英语家教 那你如果你是做freelancer 去当英语家教的话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那种英语老师就好了 因为直接当英语老师的话 很烦的 你要天天 比如说排班啊 然后设定计划 然后你上完课之后 你还要一个一个家长沟通 补习班的那种吗 对啊 补习机构 补习班还要跟家长沟通 要的 你疯了 你一个一个跟家长 是现在的不是这个问题吗 我以前补习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没有 现在的学校老师都要好不好 你每天都要跟家长沟通 进度啊 反馈你孩子的情况啊 就现在的都要这样 就不要进那种家长机构是吧 进了的话 你就是也是在打工 不是freelancer 那其实哎 这个freelancer跟我一开始说 做民宿老板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你自己画室就好了 你不要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 那其实大家还是有 当老板的梦的嘛 对 如果你可以自己决定的话 不被别人决定你的生活的话 是可以摆脱这个内军 哎 这个是太理想化了 是 是啦 这就很理想化 那今天本来就是在谈理想化之情 对 一说不考虑金钱 这个就已经 非常的理想化了 因为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不考虑金钱呢 但本来就是想说 没有必要聊得这么 但是其实也聊了很多 非常多现实因素 毕竟脱离不了现实 我们被现实裹挟了 我本来是想说 就是静静能聊一下 有的没的白日梦 你知道 想一下自己想做什么 结果还是在吐槽现实 对啊 结果还是在咒骂现实生活 但是我 我还是觉得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把思维放宽一点的话 还是有一些 你可能前面没想到过的一些工作 可以去尝试的 虽然可能 相对有点难度 重点在于 还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 而不是只能做眼前的这些事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身边更多的选择吧 虽然我们的标题是不考虑金钱 这个就是非常不现实的因素了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来 想象一下的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了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还是觉得说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 就是现在的一个 社会环境也好 父母的期待也好 就是各种的外部因素 去让你自己的价值观受到限制 然后被这个生活去裹挟 而做出的一些选择 而是可以真的相对 不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来找到一份 令自己满意 然后比较开心的工作吧 好那就先这样子 下期见 拜拜